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什么勒? 羊杠粗犷的 Pickup Truck 现代人买皮卡不单只是为了进巴拉货 也不少人在买来债货之余 其实也是把它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 显示自己的个性 更有人买皮卡来当作玩具 偶尔参与这种越野活动 享受这种户外生活 现在就让我们列出马来西亚最好卖的五款皮卡 不过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五款皮卡的分别之处 首先我们就来列出两大派系 分别是战居型以及都会型 那第一辆我要讲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Toyota Hilux 那从旁边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出 Toyota Hilux 它是属于这个战居派的成员 其实如果你有开过Hilux 的话 你就知道这款皮卡其实看起来是蛮挑的 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选择它呢? 主要原因就是用它的这个战斗能力 在这里我要讲的是这五款皮卡 其实每一款它都可以越野 它都有这个载重能力 你买皮卡其实不是买来送豆腐的啦 你要送豆腐的话其实买一台Toyota Sentai 也可以啦 不过我跟你讲 最适合送豆腐的其实是AE Park Lock 不过叻 这个Hilux 强项的就是可靠性还有耐用性 这种皮卡有时候的车主买来 其实是买来进那种很里面很里面的bar 然后可能进去一两个小时过后 载一下油钟再出来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这个皮卡坏在半路的话啦 基本上你就要拖车什么进去跟你拖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你要做的是打一通电话给4man 然后4man直接把这个speak part送过去那个地方 然后就地马上跟你修好 再把这个皮卡开出来 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这个皮卡的零件啊 那需要从KL 钉过来啊 要两三天的时间的话呢 你就知道这台皮卡不适合你 所以这一种车主所需的啊 也正好就是Hilux 所可以给到的 那就是可靠 耐用 还有 spare part 很多 而且就说你随便去树下找这种阿Keyong啊 阿Mart 啊 他都会修这款皮卡 加上这个Hilux 坏的东西也不会太复杂 通常都是那几样 可能就随便一个AXEL坏了 换一个AXEL 就可以开车上路了 那这个Hilux 他基本上开个10年 20年啊 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啦 重点是他的二手架还很intime 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占据型的代表 也就是 Isuzu D-MAX 了 其实这个D-MAX 在早几年的销量都是名列三家的 在东马 他的光芒甚至是盖掉这个Hilux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很省油 满钢千多公里的朋友 如果你买他来驾长都的话 基本上不要讲什么跨州啦 跨国都有可能啦 但是现在还暂时不能跨州啦 这台车啊 除了开长湖 基本上不需要找什么加油站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比Hilux 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他做起来很舒服 只不过后来因为这个D-MAX 没有什么进行升级啦 也因此他的销量就开始逐年下降 不过 随着 Isuzu Malaysia 在不久前就推出了这个1.9的 Blue Power 版本 这一具引擎呢 他就具有这个小排量的优势啦 在路税方面呢 相比起对手 几乎要便宜了一半 也因此相信 这个1.9 Blue Power 的版本呢 能够让这个D-MAX 再度重回到 名列三甲的这个地位 当然 身为占据型的这个D-MAX 他有一样优点就是他的构造简单 而且容易维修 这一方面呢就和Hilux 一样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地大西数的东马呢 D-MAX 如此的受到欢迎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介于这两大派系之间的皮卡 他就是 Nissan Navara Navara 在我国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是他的在价格上呢就有这个优势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采用了这个Multi-Link 的后悬挂设计 这方面呢就让他成为了这五款皮卡里面 最舒服的那一台 虽然说这个Multi-Link 在长时间的载重下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耐用性 可是 其实如果你不是在整吨的这个油钟 或者是钻坏这种很Heavy Duty 的货的话呢 基本上你要在这种比较重的大型物件 他都能轻松应付 这方面他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这个舒适性啦 你做这台皮卡真的是很舒服 开起来一种像普通车的感觉 开长途之下呢 他不会让你跳这个Opa Gangnam Style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就是都会型的代表 在这之前我就先大概和大家解说 会买这种都会型皮卡的买家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通常他们不是像那些占据型皮卡的车主一样 就是会做那种很Heavy Duty 的工作 甚至可能是要进那种很里面的Bar 这一类比较重型的工作 相反的买这种都会型皮卡的车主呢 他们有时候可能只是要在大型的物件 又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就可能会去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 进行一些越野活动之类的 也就是比较Lifestyle 一点啦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这台呢 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 那就是Ford Ranger Ford Ranger 的这个买家可能就比较年轻化一点 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一类车主呢 他们可能是做一些小生意啊 微商啊 又或者是Photographer之类的 他们不需要载到很重的物件 可是他们需要载这种大样物品 所以就需要用到这种车 那这类的买家呢 他们可能平时是在市区通勤比较多啦 比较会少去到那种郊区啊 甚至是进Bar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Ford Ranger 它就有这种10-speed 的牙箱啊 然后有这个Ford SYNC 3 的唱机啊 加上里面非常奢华的配置啊 就吸引到这种买家了 而且这台皮卡我改起来 其实是蛮帅一下的啦 也有不少的Ranger 车主 其实就是看中这一点 所以买它来做这个代付工具 不过我要重申啊 其实这五款皮卡 他们全部都能够进Bar 他们也拥有这个很强的越野能力 只是从这个图表大家就可以看到 Ranger 在可靠性还有耐用度 方面呢 首先它的这个零件的这个 获取的容易程度啦 就稍微逊涩于那些占据型的皮卡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电子设备比较多 整台车是比较复杂啦 你的这个Ranger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的Ford Man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OBD Scanning 之类之类的 普通的这个占据型皮卡呢 可能是5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东西 它可能要花一天 所以在这里啊 你就可以看到这两大派系的这个皮卡的分别了 Mitsubishi Triton 它也是和Ranger 属于同一派系 也就是这个都会型的皮卡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皮卡呢 它是拥有这个亮丽的外形啊 强劲的动力啊 优秀的这个操控表现等等 来吸引到那些比较年轻化的买家 不过这方面呢 Triton 也因为它是这个日系皮卡的关系啦 所以它或多或少还是能够吸引到一些 需要买来载重的车主 不过这一类车主 它也不是那种很heavy duty 的啦 当然它的这个越野能力还是有的 而且还很出色一下天 只不过它最大的卖点呢 还是在这个先进的配备上 包括原厂就为它导入了这个先进式的主动安全系统 而且还是很完整的一个配套 那加上呢这台皮卡其实做起来是很舒服的 我本身就有坐在后座过啦 其实这台皮卡做起来还蛮感觉不错的 加上这台皮卡还有很多这种现代化的设备啦 无论是前座乘客还是后座乘客 坐在里面呢 都会觉得它很佳用 你会很喜欢这台皮卡的 而且它的操控还是这些皮卡里面 数一数二的好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个看起来很前卫的这个前脸造型 买它啊 你开着它啊 你会觉得你自己帅很多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为这五款皮卡所做的一个简短解说 那在这里我们也做出一个列表 直接把这五款皮卡放出来 并以五大分类来用它们进行评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款皮卡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强项和优势啦 至于哪一台最好呢 其实这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是在哪里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对这个二手车架比较讲究的话啦 根据我们的研究 我们发现到 二手车架比较高的皮卡呢 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战机型的皮卡 主要原因啊 还是因为 买这个二手皮卡的车主呢 其实它们一买来呢 就是准备要让它下战场了 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你是比较讲究的话 你可能就要注意了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那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